女性安苡萱于2017年嫁给富商老公陈荣恋 两人随后定居在澳门 不料陈荣恋在2022年被曝出涉嫌违法 包括非法经营赌博、洗黑钱等 高达霸三项罪名最终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 安苡萱从那之后就一直身影至今 还将微博贴文都删光 并且停止更新社群消失在大众视野 直到近期才被民众目击到现身台北街头 没想要近日网路上流出了 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五季的最终嘉宾名单 其中包括谢金燕、郭靖、南韩歌手阿佑等人 甚至还出现了安苡萱的名字 引发旺门的热议 不少网友认为名单的真实性有待确认 不太可能是真的 但如果节目组真的能邀请到名单上的所有嘉宾 比赛应该会很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